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11月1号正式开放 在新华社展示的历届党代会照片中 罕见的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十二大时的旧照片 这是否是在释放正改的信号 评论界有不同的解读 这张十二大的旧照片 是胡耀邦俯身与当选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清谈 后排坐的是邓小平和赵紫阳 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新华社展示的历届党代会资料照片中 特别引人注目 资深媒体人高瑜表示 这几年胡耀邦有不少照片曝光 但都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大型展览会上 而赵紫阳被曝光的照片 也只有八九年他去天安门探望绝食学生时 温家宝跟在山边的那张 对于这次展出两人在十二大时的旧照 他认为只是尊重历史 我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去毛的迹象 拿下来马恩列斯并没有拿下毛泽东的照片 现在还挂在天安门上 你看从天安门到整个广场的布置 还是拥戴毛泽东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智囊 中共党史专家阮明石表示 光从十八大新闻中心展示胡耀邦赵紫阳的照片 拿掉马列画像而不否定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干的坏事 要说中共去毛化都是假的 你真正要去毒那就去六四啊 去镇压法轮宗啊 那都是邓小平跟江泽民干的啊 如果不给六四平法 都可以不法轮宗平法 那你去毛都去个假 邓小平干的坏事 江泽民干的坏事都要否定 前中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负则认为 十八大新闻中心展示的照片 只是尊重历史和政治改革没有因果关系 新唐人记者一如邱奇心采访报道